就是进的决赛还是非常开心的 就是因为就是可以再多打几场比赛 可以在赛场上多待一会儿 然后就是准备其实就是 我还是比较放轻松的吧 就是大家就是在赛前沟通的很多 就是大家还相对于比较轻松的吧 在solo的上面第一盘是打的是输掉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打得更好的话 是可以战胜就是那个英雄的 所以说我第三盘就是再次尝试了一下 然后赢LCK我觉得 就是可能在大家都是不是特别了解版本的情况下 然后大家都很放松的去打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专注于去到版本上面去吧 就可能大家都很放松 然后就是谁赢我觉得都是很幸运的 就没有其实也看不出来实力这样子吧 在EV1中赢PRE我觉得就是 还是算运气比较好了吧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他用那种办法和我打 就是他是一个AD选手 其实他有可以用AD来赢我 我觉得就是我是非常头疼的 但是他就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也是让我很头疼 就是让我不了解的AP英雄嘛 也是一个新英雄 所以说他的就是他的经验是非常足的一个选手 我觉得MVP我觉得给我们的打野吧 因为就是在表现上来说都是还是算比较稳定的嘛 就是对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吧 因为其实到了决赛的时候压力就不会像那么大了 就还是很有信心 然后决赛 我是比较喜欢想玩的那种就是AD型英雄嘛 就是所有AD都可以去玩一下 但是就是还是会玩的还是就那么几个 我觉得来美国印象深刻的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出去去迪士尼玩吧 就是真的就是很 可能我近几年很少就是这么多人一起出去玩 然后是我近几年就是走路走了最多时间的一天 对就还是很难忘了 就是明天五位五的吗 我觉得明天应该会打满五局吧 因为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他们的中路和打野吧 我觉得他们的进攻系非常的强 然后也可以带动起队员的节奏 就是如果被人这样说的话还是压力很大的 因为有很多方面就是很多方面做的还是没有其他人做的好 然后就会想要就是很大的压力吧 就还是会就是自己还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就是做的好了方面其实就是有个别的都有很多 然后其实就是最最就是觉得打的很好了 还是韩国的AD吧 因为从他们身上是可以学习到东西 而且他们的进步是非常快的 我觉得Mako就是他在打了这么多年职业 他在经验方面确实是要多于小明的 因为小明打了是现在也不够多 职业也没有那么久 然后小明更多的就是有很多东西敢去尝试 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吧 也谢谢就是在韩国支持我的粉丝就是很难得 因为韩国的有很多很棒的选手 谢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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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支持